台东池上乡以道让文明 每天吸引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欣赏 但池上乡还有一个地方也是文明国际 那就是以大波国小为中心的池上断层教育园区 无数国内外的地质学者在这里长期投入研究 其中法国知名的地质学者安硕叶教授 更是花了30年的时间率领团队在这里做研究 所以我们现在站的位置 这个博朗大道上 其实很明显的博朗大道就是贯穿 欧亚大陆板块 一直直通到菲律宾海板块的一个康庄大道上 前方就是直上断层的位置 在前方的海岸山脉的三角下 断层所以会形成它的位置跟地形是非常有关系的 逆冲断层是直上断层的一个最重要的特色 海岸山脉逆冲上重谷跟中央山脉之上 海岸山脉代表断层逆冲断层的上盘 下盘就是重谷 这里是池上的大波国校 就在海岸山脉的山脚下 池上断层就沿着海岸山脉经过这所小学 地质学家在这里布设粮册断层活动的浅便仪 池上断层每年两到三公分 所以世界上面你很难得可以看到 单一的断层上面活动数率这么高 世界上面可以说是数一数二的 它一直用潜移的方式一直在动 在断层线上面你如果有人工建物的话 它就会破裂 池上断层的潜移在日积月累下 将大波国小的溜滑梯便形成倾斜的滑梯 安硕叶教授长期在这边做研究 在他的树苗中有滑梯的场景和计算滑梯的变形量 这个水泥基座应该是平的 你看到现在是翘的 那主不说它是翘起来滑梯 那主要原因是它因为这个滑梯就跨越在断层上 这个滑梯盖在这个斜坡上 所以断层等于是它的位置是 这边是这样上来 所以这一块上面这块是上来 所以它就把它一直往上点往上翘 大波国小是一所不平凡的小学 学校决定与断层和平共处 不仅保留滑梯并设置几缩看板 让民众认识池上断层 这块的岩体 断层面的上面是历史的梨岩 那那个梨岩受到挤压 受到推积的地方之外 它会有所谓的变硬变容 这样的一个粘土上面的框屋的变化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它会慢慢慢慢的 将那个水平力量的能量慢慢释放 慢慢释放就是产生一种 所谓的蠕动的现象 外面有一圈 里面有一圈 那我做一个示范给你看一下 就是我如果把它缩短一点 你看它这个是会动的 外面这一针是有动的 这一个前变仪 记录断成前变的记录仪 跨越断成的两侧 各有一个机桩 这两边是会有 各有一根棒子 跟这两侧的支架相同 然后借由这个支架之间的 相互的位量 记录到它断层的活动型行为 地质学家为了研究 池上断层的活动速率 这里的前变仪 每15秒就会自动监测记录 这里是大波国小往南两公里的景源村 池上断层从大波国小延伸到这里 大概我了解这个马路是正在不到两年前铺好的 那现在已经变成有这样的凸出来的现象 看到这个马路的沥青凸出来 还有两侧那边的断层所做成的破裂 这一侧也是一样有 景源溪是查看断层破裂最明显的位置 断层潜移活动造成沟曲墙壁的破裂 安硕业教授画的地质图里面 清楚看到架设在沟曲上的三个浅变仪 呈现出断层出漏的位置 景源溪将这个断层癌的泛种 冲刷掉 那所以压在断层癌上的岩石 离土就移走了 在这个地方的断层奔为三宝 断层移动的轨迹 破裂得很清新 非常非常之明显 景源溪勾取破裂带的墙上 有钉横和红线的痕迹 那是地质学家每年钉网测量 分析地表的破裂量 这里是池上环境优美的大波池 背后是海岸山脉 虽然大波池不在池上断层上面 但在地质的名称 它是断层陷落池 我们看到的位置在那个池子之后 还跟山边隔了一小 也很近了 断层是在那个山坡的坡脚下 那直到断层上海岸上面往上抬 相对于上面这里是会往下降 它是一个这种弯的 弯到一定程度 所以这个地方是会往下陷的 那大波池就在井陵断层线的下盘的这个位置 优美宁静的大波池 让人想起安硕叶教授 虽然它在2010年离开这世界 但池上断层的研究却没有中断 井元春的断层观测站 地底下的自动监测系统 会将资料上传到台北的地质研究单位 对池上断层的研究 地质学家一直在努力 地质学家一直在努力